本題的,202題,這個就是年幾年,然後負利跟單利 那所謂的負利意思就是說 他原來的本金,這後面是他利息 本金利息,如果說你是單利的話 你只是給再加一個,就是5% 那如果你是負利的話,就是把你的利息要再加進來,再乘 所以呢,如果是兩年,一年是這樣,一年 兩年的話就是1.05再乘上1.05 3年的話呢,也在繼續乘,4年一直到10年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要表示這樣的一個狀態 如果你要沒有更好的方法的話 你乾脆用max點泡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以後呢,如果你是要平方 比如說像那個BMI有沒有,BMI的值 BMI的值是什麼?身高的平方 那身高的平方你可以比如180 這個地方你可以比如說加一個180 那平方的話,你這邊可以改2就可以了 那可是你也可以180乘180 結果是一樣的 OK,所以這個地方 因為他同學對那個max點泡比較不熟悉 另外其實這個max點泡主要就是 max這個類別 這個類別裡面有很多的方法 那你就是其中有一個就是可以算那個幾次方的一個power 那這個如果各位要對那個java熟悉的話 第一個最重要的一個類別就是max 那max裡面的話有哪一些方法,哪一些屬性 如果你不知道沒關係 有沒有放上去之後,這邊有一個彈出嘛 那你可以看一下,他基本上會有一個什麼 max這個class 那裡面有哪一些方法 跟哪一些屬性 他會幫你放在這底下 所以你有時候要K一下 比如說ABS是什麼 這邊有說明 然後A,他是按照英文字母排列有沒有 然後取得小數點 不要小數點,或者是call,psi,cosi之類的 或者求求什麼 求那個小數點到第幾位 入入詞類這邊都有 那最大詞這邊也有 max裡面的最小詞這邊也有 有沒有 然後max點泡這邊也有 ok,max點rondon這邊也有 那至於裡面怎麼使用 你可以點擊進去 他會有相關的說明告訴你 ok,不過就是要K一下 max點rondon這邊也有 那這個是一個參考 基本上未來我們在撰寫java的時候 最重要的參考還是官方的說法 坊間有很多書籍 比如說我之前介紹一本叫什麼 明解java 他就是幫你把那個max這個類別裡面 抽出來 但是不是用這種比較官方知識的方式 跟你說明 他是用比較淺顯易懂的方法跟你說明 所以有興趣的話 不妨你可以去把那些書籍翻開 來看一下 那這一題最重要的是 求幾次方可以用max點泡 另外的話呢 四捨五入 因為題目裡面要我們四捨五入 所以你裡面也可以max點rondon rond回來之後的話 把裡面的值本來有小數點的 他會自動幫你四捨五入成一個整數 所以輸出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一定是整數 但如果你沒有那個max點rond的話 假設你這個沒有包的話 那輸出當然 他會是有小數點的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max點rond 把它包在外面 欸 包完之後呢 他結果就會是一個 回來的話就是一個整數了 那這一題我想如果難易度比起剛剛那一題 會來的簡單太多了 所以結果其他還有細節我想各位再看一下 好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204 期末考分數計算 顧名思義啦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一般如果說將來考試 你可以先看一下 這個 這個參考畫面 參考畫面各位可以看到 他會是執行一個 Java的類別 後面的話呢 要做什麼呢 傳入他的成績 比如說傳進去的是 總共會有六個成績 他要做什麼呢 向日葵 小班 期末考 風雲堡 你要在這個類 這個傳進來的六個成績裡面做什麼 最高的是哪一個 最高的 所以你要把這裡面 怎麼 其實基本上你可以想想看有什麼方法 比對一下 哪一個成績最高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不關於什麼 就以sail裡面排序一下嘛 ok 然後最低的是哪一個 60分以上的 有幾個 ok 然後呢 總平均是多少 也就是說我今天 傳 第一個 當然你要需要傳入 我們需要的參數 第二個的話呢 輸出有四個結果 一 二 三 四個結果 一樣啦 這底下有另外一個範例 你可以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試看 怎麼樣可以把這個給做出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這個204題 剛剛是202題 204題的話呢 那幾個重點我們把它講完 那今天大概就是講到204題 要好 好 好